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海泽系列 那不管海泽头还是海泽皮 在处理的时候都不要碰到热水 更不能在热水里煮 海泽头呢相对简单 只要放在清水里浸泡 然后把泥沙洗掉就可以了 那海泽皮呢浸好以后 要把这个衣撕掉 那最好呢浸泡时间久一点 把它们原来的咸味都泡去 然后我们自己再来调味 浸泡清理后呢 我们就改刀 海泽头呢可以切成片或者丝 海泽皮呢 我们就把它改成 一寸半到两寸的长短 切丝 海泽头 我们今天拌麻油的 我们放一点香醋 老抽 糖 麻油 拌匀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拌葱油的 盐鲜 糖 葱花 滚油淋上 拌匀后就可以上桌了 最后这种呢 可能是最受欢迎的 用萝卜丝混拌 萝卜去皮去干净 然后我们切成丝 萝卜 萝卜的量呢 要少于海泽皮 切好后放入碗内 找一个大一点的碗 我们撒上盐 然后马上用手捏 捏到它出水 这样捏好 一方面是给它入味 再有呢 就可以把萝卜的这个 三星下捏它 差不多一分钟上下 它就会出很多水 这个是盐卜来的 我们不能要 把它捏干 捏干盐卜倒掉 那捏干后 盐卜倒掉呢 我们另一根出来 尝尝咸淡 如果太咸的呢 就用清水 就用清水 再过一下 再捏干 接下来把切好的 海泽皮丝 放在一起 我们调味 首先是糖 如果萝卜不够咸 就放一点生抽 否则就挺手 那我们再淋一点点麻油 让它香一香 我们给它拌匀 我们给它拌匀 拌匀后呢 我们先装盘 最后撒上葱花 滚烫的油淋上去 就可以上粥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